蜗钩封闭术 蜗钩封闭又称点细裂钩封闭 是指不去除牙体组织 在河面、甲面或舌面的点细裂钩 土部一层粘接性树枝 保护牙幼稚不受细菌及代谢产物侵蚀 打到预防去病发生的一种有效防去方法 考试一般要求考生在泥皮牙上操作 物品准备 实施窝钩封闭术前需做好物品准备 包括综合治疗仪、口径、探针、镊子、低速手机 小毛刷、棉卷、光固化灯、酸石剂、封闭剂、三用枪、漆破器等 清洁芽面 酸石与封闭前首先应对芽面 特别是窝钩做彻底清洁 方法是在低速手机上装好锥形小毛刷或橡皮杯 沾上适量清洁剂刷洗芽面 也可采用干刷 清洁剂可以用浮湿粉或不含浮芽膏 但不能使用含有油脂的清洁剂或过细磨料 彻底冲洗芽面后应冲洗漱口 去除清洁剂 再用尖锐碳针 清除窝钩中残余的清洁剂 酸石 清洁芽面后 挤用棉纱球格式 将芽面吹干后用吸毛刷 小棉球或小海棉块 蘸适量酸石剂 放在将要封闭的芽面上 酸石剂可为磷酸液或含磷酸的凝胶 酸石面积因为接受封闭的范围 一般为芽间斜面三分之二 横芽酸石二十到三十秒 乳芽酸石六十秒 注意酸石过程中不要擦拭酸石芽面 因为这会破坏被酸石的芽又面 降低粘接力 放置酸石剂时 要注意酸的用量适当 不要溢出到口腔软组织 冲洗和干燥 用蒸馏水彻底冲洗酸石后的芽面 通常用水腔或注射器加压冲洗芽面十到十五秒 边冲洗边用排脱器吸干 去除芽幼质表面的酸石剂和反应产物 如用含磷酸的凝胶酸石 冲洗时间应加倍 冲洗后立即更换干棉卷格式 随后用无油无水的压缩空气吹干芽面约十五秒 涂布封闭剂 用小毛刷将光固化封闭材料涂布在酸石芽面上 涂布过程中注意使封闭剂渗入窝钩 使窝钩内的空气排出 并放置适量的封闭材料以覆盖全部酸石面 在不影响咬合的情况下 尽可能有一定的厚度 固化 涂布光固封闭剂后立即用可见光源照射 照射距离约离芽间一毫米 照射时间要根据采用的产品类型与可见光源性能决定 一般为20到40秒 照射的部位要大于封闭剂徒步的部位 检查 窝钩封闭术成功的标准是所有窝钩包括上核牙的恶钩和下核牙的夹钩均进行了封闭 封闭材料固化完全并牢固附着在窝钩表面 封闭剂厚度适中 无气泡 所以封闭剂固化后 数者应用探针进行全面检查 了解窝化程度 连接情况 有气泡存在 寻找遗漏或未封闭的窝钩 观察有过多封闭材料和是否要去除 如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注意事项 封闭前保持牙面干燥 不被唾液污染是封闭成功的关键 因此操作中要确保酸食牙面不被唾液污染 当唾液污染了酸食牙幼稚时 应彻底清洗干燥 重复酸食60秒才能吐布封闭剂 在考试中如未进行隔湿的实际操作 也应口述告知考官需要做隔湿 另外油或水污染的压缩空气吹于牙面时 可食一层油膜或水膜覆盖酸食面 影响树枝渗入牙幼稚 因此可在吹干牙面以前 通过向口径上吹气来检查压缩空气是否有污染 干燥后酸食牙面呈白色物状外观 如果酸食后的牙幼稚没有这种现象 也应重新酸食 进行温暖地发生在温暖剂中 在温暖剂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温暖剂中 绒功诶 收尼树